這間店鋪的產品有很多種 例如有餅類、蛋糕類 但我覺得最不可以錯過的 就是自家製的十幾款雪糕 我自己就點了一款最具特色的 澳門品牌的味道 就是杏仁餅味 也不錯 知道大家沒那麼多個胃吃了十幾款 所以小小的 逐款逐款都可以的 這裏的雪糕出名真材實料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不過最近新推出的牛角窩褲 你又知不知道 這個年輕人最潮的甜品 這裏都火速將它登錄了 即叫即制 將牛角包一下子用窩褲機壓成窩褲 牛角的鬆脆層次變得更加緊密 牛又香又更加濃縮 配上這裏的正山小種茶香雪糕 真是一流的 而且還有朱古力和鹹椒糖醬鹼 真是要分幾次才可以試完 如果喜歡剛才福建武宜山的正山小種茶香 為甚麼呢 因為它會有一個流心的效果 在裏面 我們一路試試它的流心 我們就有流心看著了 那就試試這個鹹蛋黃肉鬆 一撕下去的時候 普通的牛角包都會碎出來 一塊塊一層層 它完完全全走 這個感覺 它的口感是非常鬆脆 一層一層一層 牛角包一定要看到這麼多層才吸引 對不對 而且它的口味還配搭了一款飲品給大家 就是鹹蛋黃奶蓋紅茶 另外一個口味我一定要為大家推介 就是這個 以為你是臘肉腸或是辣肉腸 並不是 它這個口味叫做麻婆豆腐牛角鬆餅 嘩 厲害 就這樣看會不會是甚麼葡式臘肉腸 或者是怎樣 竟然不是 竟然是麻婆豆腐 其實還有一款鹹的就是 松露蘑菇牛角鬆餅 大家可以試試 試試一些甜的 試試這個士多啤梨牛角鬆餅 可能大家都看到前面 有一個類似沙律醬的醬汁 沒錯 它是配這個士多啤梨味 它的醬汁裡面有奶油腸 還有白朱古力 所以你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多種不同的甜味 在你的口腔裡 可以是爆炸的感覺 當然喜歡吃甜的朋友 還有一個 朱古力培茶牛角鬆餅給大家 配上這個奶蓋 就非常之適合 大家記住 剛剛介紹過的期間限定 50份的牛角鍋膚 還有今天看到的牛角鬆餅 都是去到6月30日 記得喜歡吃的朋友 就要留意在這個日子之前來吃 知道嗎 記得記得按讚嗎 謝謝 好 李箱 banks